好 那繼續我們要再來看到了 南投的立委補選 在昨天是結束了 但是在這個立委補選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電視牆能夠給我們嗎 我們來看到在立委補選的這一站 原本一開始大家就是預估 國民黨推派出來的林明珍 老縣長應該是十拿九穩 對於這一次整個南投立委的選戰 結果到最後這些深藍票倉 居然就被逆轉了 所以整個是藍天變成了綠地 所以很多人都說這一站 南投立委補選 應該就是給國民黨的一記警鐘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綠營怎麼來看這一次的立委補選 許志傑他就說 蔡培會這次勝選有三個關鍵 包含了全黨團結 然後陸戰打得非常的成功 然後形象是非常的清晰 好 這個是許志傑特別說的 而且他還說 南投這17年來首次勝選 是逆轉民進黨氣勢的轉列點 但是2024大選的時候 民進黨還是要小心 還是有非常多的改革 必須要推動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一次的南投選戰當中 雖然說陸戰成功 但是是不是民進黨 把中二選區再打炎家 再打一炎堂的這樣的一個選戰模式 複製到了南投的選戰這邊 所以也變成說你陸戰成功 但是你是不是就是打抹黑戰 才打得成功的呢 因此到最後的票數結果開出來 兩個人相差的非常接近 蔡培會是四萬五千兩百一十八票 林明稱四萬三千兩百九十三票 兩個人相差不到兩千票 是一千九百二十五票 可是我們大家都在說 賴清德雖然好像這一次的勝選之後 似乎能夠讓他在民進黨內 定於一尊的態勢更加的穩坐 可是賴清德也不要覺得這一次過關 好像他就可以轻忽 他背後所面臨到的這麼多的醜聞 尤其我們看到他2024還有難關 台南最近案子一件一件的爆 他的子弟兵包含了邱莉莉還有林志展 涉嫌在台南議長的選戰之中 會選然後還被起訴了 那被起訴之後 請問我們的賴清德現在講話了嗎 他前幾天面對媒體詢問 會不會認為邱莉莉應該要直接辭職 辭掉議長 然後賴清德的回應只有說謝謝 所以顯然你過去在高喊說 黨內改革的三把刀 我要反黑我要排黑 但是怎麼面對到自己的子弟兵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不敢勇敢的表態呢 那我們也列出來 有哪一些賴清德必須要拆彈的人物 現在一個一個都被拔掉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包含了這個行政院的前發言人陳宗燕 過去疑似涉嫌性招待的怡雲 然後還有這位資社會的前執行長 先前因為飛文被拔關 然後現在資社會旗下的公司 又把他招進來來當執行長 沒有想到當沒多久 就跟政府的標案毀約 恐怕會登上補助的黑名單 這也是賴清的人馬 還有我們剛剛講到的邱麗林智展 以及郭再清這次議長的會選案 背後的操盤手 還有深陷這個盧渣案 所以這一切看起來都是賴清德必須要拆彈的對象 尤其這一些如果再燒起來的話 恐怕2024年底大選 台南這一塊的黑金爭議 賴清德勢必是無法躲過的 那當然在昨晚的選戰的結果 國民黨失利 那麼林明珍敗選議員侯漢廷就指出 這一次補選的關鍵在於 國民黨的投票動力沒有出來 我們來聽侯漢廷怎麼說 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因為林明珍委員 縣長 過去來早年本來就有一些爭議 然後這一陣子又被挖出更多的 都光是在近期不僅是被爆出 疑似有會選 疑似論文有抄襲 然後這個疑似本來要搞家族世襲 所以才推出政見 叫做我的政見叫2024不連任 那這對於一般的選民來說 或者是不要講一般選 就對於有一些所謂反對民進黨的選民 什麼是對道德有比較潔癖的要求 就本來就對道德有高要求的 所以你看如果我們不喜歡林志堅 這個抄襲論文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受林明珍 這論文可能有問題呢 那當然他還在這個徵送的過程當中 對吧 所以本來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問題啊 而且也不能接受這種所謂的世襲政治啊 那這綠的罵得更難聽的就是一大堆什麼錢啊 垃圾那個都沒提 但是光看到這幾點 那當然你就會覺得好像沒有到那麼優秀 一定要投下去不可嘛 那你說反觀那蔡培會 蔡培會當然有一些很可惡的言論啊 對不對就造謠BNT啊等等的 可是大家覺得對於BNT的事件啊 去年已經教訓完了 就去年的時候他也來參選啊 就對他輸啦 然後或者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本來就是包含疫情啊 陳時中的在去年那一波 都已經教訓完畢了 所以不管什麼就算對這個蔡培會 他是有這個造謠BNT 然後呢又過去要挺萊豬 很可惡 可是呢再看一看 可是林明珍好像也沒多優秀啊 所以這投票的動力就起不來 就不要忘記了在王洪威的那場選舉 有很多藍的選民 他自己也覺得沒什麼動力投票 他覺得王洪威很優秀喔 但他覺得沒什麼動力投票 那為什麼林明珍有這個動力 足夠讓藍營的選民出來投票呢 不過這一次南投選戰 兩個人之間的相差的票數 不到2000票 所以可以說是蔡培會險勝 那麼是民進黨從2022 九合一大選之後 連三敗之後的第一勝 指出了第四敗 一時蘇一峰就指出 側翼網軍低調 沒有出征的這兩個月 選舉反倒是贏了 難道真的跟側翼沒有出征有關係嗎 但是議員徐曉星認為 側翼只是換了一種打法 因為以往是所有的網軍 都製造梗圖來轉貼洗板 現在則是用單則留言猛刷屏 來聽他的分析 這個側翼網軍 所謂低調沒出征的這個說法呢 其實他講的是說 一些大牌的英系網軍 因為蘇一峰醫生 他大概是看整體而言 他覺得說側翼變少了 可是因為 我自己在網路上的觀察 側翼網軍第一批 就最多的其實是英系的 那英系的不動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好像沒人動 可是實際上 他們還是轉換成 蠻多不同的形式 在補選裡面進行攻防的 比如說像是一些留言 這種你看不出他 因為蘇一峰醫師 他講的是那種 比如說粉絲頁 然後粉絲頁 然後去做圖 然後中央圖房 然後去攻擊這是英系的一個SOP 但是呢現在他改成就是用 單筆的留言 然後可能去洗 然後或者是去帶一些風向 這種目前看還是都有 還是都存在 只是他就沒有變成一個 這麼大的目標讓你去抓他 那理由我剛剛有講過了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主要是這個原因 那是不是他們沒有出征選舉 反而會贏呢 我覺得其實也不能這麼說啊 因為你看喔當時陳吉仲他缺蛋的時候 這些網軍全部都在啊 一個也沒少 當時我們還點點名 大家都在 所以很明確的是說 側翼網軍他主要幫的對象 到目前為止 還是以蔡英文英系的人為主 陳吉仲是小英男孩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那陳吉仲出事了缺蛋 所有人開始什麼林志群也說什麼 你缺的不是蛋是錢等等 這類的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他們只是沒有去幫賴清德 打這一場難投的仗 因為他們一開始 他們可能就覺得說賴清德 輸個幾次 錯錯他銳氣也好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飲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